眾所期待的川津二次會 出現戲劇性轉折 原定28號下午3點左右 召開的共同簽署協定儀式 臨時取消 就連稍早的午宴也沒有進行 白宮稍後證實 美國總統川普和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並未達成任何協議 讓專家跌破眼鏡 尤其是幾小時前的雙邊會議上 金正恩還破天荒回答外電記者訪問 氣氛融洽 有望能順利達成協議 卻沒料到這麼快就破局 而川普明白指出 觸交關鍵就在經濟制裁 美國無法接受金正恩 只提議關閉一個核武設施 就想完全解除制裁 即使如此 川普還是形容峰會收穫很多 因為金正恩有答應他 之後不會進一步測試搗蛋 而北朝鮮方面也早就準備好 要達成協議 川經會沒有任何結果 川普目前還有另一個問題要擔心 美中貿易戰也沒有確切定案 目前美朝兩方也沒有任何具體聲明 是否還會舉行會面 往促進和平停戰的路 似乎陷入泥沼中 大海新聞 鄭宇軒編譯 焦點回到國內意外消息 發生在今天下午的5點48分 高雄凌雲工業區一間石化工廠傳出了大火 現場的農業